哈哈 丰田也下狠手了 旗下三款车型都变成了价格屠夫 随着现在国产人的崛起 对合资车型的冲击可谓是非常的大呀 就连日系三节的丰田也加入了这一降价行列 变成了暴跌王 款款优惠都在3万以上 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好预见呢 最近想买丰田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第一款丰田雷琳 它作为丰田的入门级车型 同样也是基于TNGA架构平台打造的 制造价11万1800到15万2800 终端优惠近3万左右 在10到15万紧凑家轿当中 这款车也是有着非常好的销量 是你买车绕不开的选择 而这款车已经连续四年超过20万辆 其中它的双情版本在油电混合轿市场中 销量排名第一 这妥妥的销量王啊 而新款的雷琳虽然在歪端方面 拥有着不同的炫酷和个性 那前中王的隔山与LED大灯交融在一起 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 作为一款标准的三箱紧凑轿车 轴距2米7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 同时它修长上车身以及协调车身比例 也是让很多消费者为之倾倒 内饰方面配备了12英寸的中共屏 视觉效果也是非常的惊艳 而在动力方面提供了三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 分别是1.5升、1.2T燃油版、1.8升双情版本 它们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而它的双情版本百公里油耗低至4升 燃油经济性非常的出色 深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第二款丰田亚洲诗 指导价14万1800到17万9800,拥夺于会2万左右 它作为高品质的家轿 也是成为了人们买车的理想之选 在市场当中也是有着不错的口碑 这款车自从上市以来备受关注 特别是达2米750的轴距 可以说是傲视群雄 后排最大空间达到980毫米 并且后排地板也是特别的平整 乘坐舒适度这一块非常的让人满意 在动力方面 它搭载了同级别 唯一一款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以及独具黑科技的变速箱 匹配时速双传动CVT变速箱 这可是全球首款搭载了齿轮组的CVT变速箱 体积缩小了40% 传动比提升了15% 换挡速度提升20% 这一点可以说是超通级 但外观方面也是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散伏式的进气格栅和亮色的灯土融为一体 辨识度非常的高 整体看上去非常临厉 同时又不缺乏运动气息 而在内饰方面 它和卡拉拉基本一致 配备了12.31寸的全液晶仪表 以及悬浮式的中控屏 再加上翻毛皮的座椅 以及亚洲融相同的菱形纹路 车内的档次感瞬间得到了提升 对于这样一款车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丰田卡拉拉 指导价10万9800到15万9800 终端运会达到2万2左右 要知道 这款车从1996年到现在 经历了12代的技术革新 以全球5000万的销量 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世界级的领导者 在动力方面 它的入门级车型搭载了1.5T三缸机 匹配6MT和CVT变速箱 还提供1.2T加CVT 以及1.8T双清版本 供消费者选择 在动力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百公里的油耗低至4升 家用可以说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空间方面 它也是非常有一个优势 整车轴距达到2米7 再加上空间方面的优化能力 以及整体内部的空间 做进去非常的宽敞 丝毫不会出现拥挤感 外观方面也是非常的运动时尚 相比老款的消费群体 这款车也是越来越人轻化了 而在前脸方面 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以及系列的大增组合 辨识度非常的高 不仅如此 它的精英版和豪华版 采用了大屏的设计 为整车的科技感提升了一个档次 它作为卡拉奇亚的畅销版本 在全球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销量和口碑 在油耗方面的表现 也是成为了大多数买车的首选 对于这样一款车 你会入手吗 以上这三款轿车 入手哪一款都是非常的合适 对此你会怎么考虑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